如果你让我选一个有强度还好玩 怎么玩都不腻 还特别喜欢BB的英雄 那必须是云莹 云莹的技能虽然话里胡哨的 但是强度还是有的 大招先把南福电池的被动打出来 然后聊天白晨补伤害 罗子在人家里挤来挤去 很烦的 但是不用火 一技能控一下 还得再收个罗子 我虽然没了 但是打了个1块3 这波操作怎么样 哎你还真别说 你这操作乍一看乱七八糟的 但是仔细一看 还真不如乍一看死 罗子这个英雄本来就自在解控 更何况他还是冰封战神 滑溜溜的 所以很难抓 你是怎么做到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的 抓不到罗子也不要浪费时间 请问冰县立刻把这个句话拿了 传送到下路 寺院一下啊 看看能不能开个头 哎等会儿 我好也不用下去了 哎这里有人头 请控制下你的情绪 你这样会吓得万众的 再来个聊天白斩防止他复活 像那种技能简单的英雄啊 可能玩个十多把就腻了 但是云莹啊 他这个技能就比较变态 比较 比较多变一点 你看我路过蓝区 正好碰见猪果量在打我们家蓝 我直接大招给他抢了 我现在感觉你说的没有错 怎么说 确实挺变态的 上上波因为罗子用肉体勾引我 导致我没有能及时传下去 下路的朋友们 你们准备好了吗 我他妈来了 下来就看见脱过我蓝的猪果量 不能忍 接大招控他 这波大招肯 墙上的苔藓都给我看饿了 这波看似我在啃苔藓 其实 你说吧 我听你狡辩 什么叫狡辩呢 你没看他们把大招都放了吗 等他们大招放的差不多了 我现在回去 甚至还能收一个人头 哎呦怎么办 要被你的鬼话骗住了 你爱信不信啊 闭上你的狗嘴好好看 哎你怎么能骂人的 哎好像确实没骂人 我状态不好了 别人姐紧罪不舍 但是很可惜你追不到我 我甚至还能用出刘刃白斩 想好抬一手 你妈 好的我来报仇了 三个打一个你往哪跑 哎我看到了大招吃草 你不说话没人帮你当哑巴好吧 我生来爱吃草跟你有什么关系 不你忘了你还爱吃彩蟹 不是你没完没了了是吧 完了苏烈来了都怪你 啊 开心我的血爪跟他硬拼 苏烈伤害不高的 我是不会怕他的 傻大哥终于走了可以安心回城了 貂蟹来了 但是好像是奔着马可来的 我们悄悄回城不要管他 哎算了还是跑吧 你这云英玩的打钱鞋不疼 逃跑第一名啊 马可这都能活下来 这是相当命大了 我们看看能不能救一下 等会 哎我甚至还能再捡一个人头 刘元白斩把苏烈钉摊开花 哎呦确实小看你了哈 知道就好 不光逃跑K头也是第一名哈 云英有一个技巧 就是利用一二技能打断之前 先斩出一个寥远白斩 然后看到对面有人直接放 刁铲一点血的挑起来 太惨了 被主量一个元气弹帮声打变了 注意看地图啊 清完这路线之后 对面来抓我了 我们假装往下走 然后回来蹲在这个草里面 对面一定想不到 我靠不会吧 意思这么好 吓我一跳 我原来只是想切个兵 然后顶空了 注意啊 刁铲来了 没事啊 我不怕 怎么把别人堆我朝你来了 快跑快跑快跑 你好 完了大招解控 别别别别别别顶我 别顶我 说吧 这苏联是你花了多少钱请的 我说你能不能别犯贱了 我都要死了 还吐槽我 来给你裤子 我不要 哪一边去 我要这个干嘛 我这不是怕你吓尿了没裤子穿吗 这把磨磨叽叽的打了二十多分钟了 这条风暴龙王十分关键 双方都不愿意花 真的不要裤子吗 我真是服了 能不能不要破坏氛围啊 那么喜欢裤子 你把裤子套头上吧 好机会 大招洗手控三个 遥远白斩 这波伤害打满了 龙海到手了 这对面根本就没法玩了 兄弟们给我冲 这敌人杰还跟后面挨音的 我忘了怎么揍你的了是吧 没想到你还挺记敌人杰仇的 大家小心点啊 别被这个苏联武杀了 话说兄弟们 你们喜欢这种视频形式吗 我是感觉挺有意思的 我也感觉挺有意思的 但是我俩感觉有意思没有用啊 还得看你们呀 最后感谢看到这里的每一位观众 点个关注 下期更精彩